其实净土宗跟禅宗是一体两面 六指的意思是这样 禅宗也就是净土 净土也就是禅宗 你修禅只要弃掉十二八行 你念念看到佛性 你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等于净土 等于是净土 你就看到阿弥陀佛 所以禅跟净土 是一体 一体两面没有分别 这谈到两面 有一个story 以前讲过 Zook 所以有一个精神医院 一个精神医院的院长 走到一个病人房 这个病人躺在床上唱歌 那个女病人唱歌唱得好好 好好听 那个music so nice 有一个院长在那边听他唱歌 唱得非常完美 而且没有漏掉一个字 而且没有漏掉一个字 这个院长讲这个病人可能精神状况已经很好 在听那伊贝尔这个病人翻一个身 这个病人翻一个身 他又唱歌 他也唱得很好 但是他是翻身了 但是他是翻翻身了 这个精神病案就讲 刚刚唱的是A面 A面唱完了 现在唱E面 所以他翻过来唱 我的意思是讲 净土中的歌 是很美妙的 它是A面 禅宗的歌 也是很美妙的 它是B面 在哪一个蝶片来放 是命宗的歌 正宽两面 都是密教 一样的都是佛法 不管A面B面都很好听 我们讲过人生很短 像这个四十年前 一道这个基欧桑 年千代师姑 本来他演辑的时候 我是要去参加的 应该要去参加的 但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那时候我允机啊 允机我就什么都没有做 就不能去参加 我不但基欧桑的那个 但是我心里已经参加了 他的这个我已经去参加了 若生再隐积 但心已经去参加了他的这个丧 我隐积的时候还有两件大事 我的儿子结婚 我的女儿嫁人 这个附近没有出现 因为我眼睛 所以我儿子结婚 我没有参加婚礼 我的女儿结婚 我也没参加婚礼 在美国式的结婚啊 是father要牵着daughter 走出来 然后交给这个女婿 交给女婿 我没有出现 那么佛籍呢 我的儿子说要代表我父亲 牵着这个 那个佛亲啊 出来 佛亲说算了我自己走 那佛亲就自己走了 像昨天晚上那个结婚季星期一样 我自己走 那佛亲自己走出来 那佛亲本身的个性就是很独立的 他本身就是很独立的 没有人牵着 没有人牵他 他自己就走出来去嫁人 那佛亲也是一样啊 他结婚 他跟三女结婚 我也没有参加 所以允居就是这样子 没有出现了 这个我不敢谈结婚的事情 因为联体法师讲的最恐怖的一本书 就是结婚正式 就是结婚正式 我说了 我说你们这种人 是有什么人 那麽 是有什么人